大家好,我是德哥,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德云社有很多过不去的梗,不管是杂卦还是神达茬,都是德云小剧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提起秦潇贤脑海里董德纲对他的点评,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个傻子了,虽然他毫不避讳这个称呼,但是实际上他却成熟稳重。 可当秦潇贤遇到这群小观众的时候,一会让这个一米八的大男孩束手无策。秦潇贤是很多粉丝都喜欢的相声演员,不管是他的表演还是平时傻乎乎的样子,他都会露出憨厚的一面。 在小剧场和孙九湘表演相声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就对舞台一旁的龙爪感兴趣,紧接着他就开始问他。 连续三个问题之后,不知是把他问烦了还是问懵了,紧接着小女孩就说 小女孩此话一出,秦潇贤就说 秦潇贤和小粉丝相杀相爱,连孩子都被他给逃活,看来他是过不去孩子这道坎了。 一般来说,相声演员登台时会做自我介绍,可当秦潇贤说完之后,问有没有人认识我的时候,只见小朋友说道 有认识我吗? 孩子是真不认识的。 这气的秦潇贤,脸一捧,瞪着他看,可记他话的小朋友却只是个孩子,不认识也很正常,非要这么问,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而秦潇贤和小朋友之间的battle并没有停止,当他想极力证明父亲的时候就听见 这语出精神的发言,都要把他给整自闭了,要是遇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小孩是花钱来捧坑的,小粉丝除了会捧坑以外,也会跑活 除了小粉丝的跑活,还有酒香的捧坑 看来秦潇贤这完全可以到后台修行了,其实啊,小粉丝除了欺负老秦之外,也会夸他 看来,他这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了,这傻乎乎的样子和高挑的身材,还真的应了师父的那句话 德云社祖师也显灵,孩子哭啼声,莫名其妙地对上了嘴形 当刘鹤春正在比划着白素贞的动作,整理到张嘴的时候,只听见观众席突然想起了一个小孩开始对嘴形了 他是非常矜持的,还矜持,看见许先生这个模样的,要给你学一学 您来来吧 这天衣无缝的对接,反倒成了点睛之笔,吓得关赫白直接佩服到攻守 而小孩的母亲也非常有礼貌,深深地拘了一躬 事已至此还没结束,只听关赫白说道 你都显了神通了 其实啊,正常情况下,德云社在表演的过程中一向都是非常稳定 非常有经验的演员啊,就算是表演出错,也不会停止表演 可像他这样的老祖宗显灵这样的事情啊,实在是罕见,即使停住了,也可以理解 而德云社躲不过的孩子梗也不止于此 当默克堂和周九良搭档表演的时候,就看到观众席里一个小孩乱搅和他的演出,气得他直接说道 收了你信不信 你妈怎么到哪都带着你 来,我在北京我就看了 在北京说事,他就搅和我 我难听你都不慌我 当小朋友不说话了,默克堂开始冒充他的家长 不过啊,让他没想到的是,孩子的父亲竟然也在现场 当听见孩子父亲说,他孩子送你时,周九良趁机说道 你先说,你先说,你等会等会,送他了,你说媳妇还是没你 看到默克堂吓得摇摇手 看来这德云社啊,不光是粉丝惹不起,连小粉丝都得罪不起啊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